這是一個USB-C的HUB 它的支援度非常的高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它可以支援到讀卡機 還有一個擴充的USB-C 然後另外一面呢 可以支援網路卡 HDMI 及另外一個USB-C孔 但是這個孔是屬於可以供電的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 Display的接孔 然後這裡有一個 3.5mm的音源孔 那這樣子一個HUB呢 能讓iPhone發揮多大的功效呢 我們接下來 接給你看 首先 我們先將USB-C HUB接上iPhone 這時候iPhone的支援會變得非常廣 我們剛剛看到的兩個設定 一個是 讓儲存媒體傳送到外接的SSD 第二個設定是 我們可以使用麥克風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錄影 ProRes Log的檔案 又需要麥克風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個HUB就可以達成我們要的目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當然HUB接上去之後 找到我們的SSD 把它接到HUB上的其中一個USB-C孔 記得要使用的是 不是充電的那個孔 接上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發現還是無法去讀取它 因為它沒有電源 第二個我們現在就把麥克風接上去 不然跟剛剛的一樣 只是我們少了USB-C的轉接線 我們只要用TRS to TRRS即可 好接下來我轉給你們看 讓我們把耳機接進HUB之後 再將耳機接入了HUB的音源孔 但這時候是沒辦法作用 因為iPhone只會供一個設備的電 所以我們接上了行動電源 記得是HUB上面的閃電的行動電源 即可 這樣所有設備都能夠應用 我之前有錄過一個兔龍的影片 可以從這裡去看 好接下來要延伸應用